赵本山最火的五位徒弟现状 第一位 小沈阳 原名沈鹤 赵本山最得意的弟子之一 他因在2009年央视春晚表演小品不差钱而一夜成名 一时间的火爆程度就连赵本山本人都自叹不如 走红后的小沈阳不仅活跃在喜剧舞台上 还跨界影视音乐等多个领域 虽然小沈阳的演技一直遭人诟弊 但是唱歌的功底却非同一般 2024年初小沈阳开启了个人演唱会 要在全国20座城市巡演 目前第一场合肥战已经结束 现场效果相当火爆 网友们纷纷评价他是被喜剧耽误的音乐天才 第二位 宋小宝 本名宋宝丽 也是赵本山的知名弟子 他以其独特的喜剧风格和幽默感深受观众喜爱 在欢乐喜剧人等综艺节目中 宋小宝凭借出色的表演才能屡获加紧 近年来宋小宝在各大卫视的综艺节目中频频亮相 其小品作品也广受好评 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成为了喜剧界的新锐力量 第三位 王小丽 原名王文丽 在电视剧《乡村爱情》系列中饰演刘能一角 成为该剧的经典角色之一 王小丽擅长将传统二人传的精髓 融入到现代喜剧表演中 他的表演风格既有传统韵味又不是现代感 如今王小丽依旧活跃在影视 小品等各个领域 第四位 鸭蛋 原名吕凭 他是赵本山女弟子中最为出色的一位 他以小品不差钱出道 凭借出色的嗓音和精湛的表演迅速走红 鸭蛋在舞台上的表演风格独具特色 既能搞笑幽默 又能深情款款 不过如今的鸭蛋已经逐渐退出小品舞台 转型做起了歌唱类主播 第五位 大鹏 原名董城鹏 他不仅是赵本山的徒弟 还是一位成功的导演和演员 他凭借主持大鹏嘚巴嘚而走红网络 之后又跨界影视圈 出演屌丝男士等网络剧 大鹏导演的电影厨女作 煎冰霞取得票房口碑双丰收 更是凭借电影第八个嫌疑人 提名金像奖影帝 如今的大鹏 已经成为一个全能型艺人 由他主演的电影 年会不能停 今年初刚刚上映 仅38天就拿到了12亿票房的成绩 那么以上这五位赵本山的徒弟 你最喜欢谁 请在评论区留言